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罗比一周告诉你这一周发生的娱乐大小事 你可以在各大Podcast平台找到罗比频道用Tinder 也可以在YouTube搜寻罗比频道观赏VideoPodcast 以及我的其他五雷影评 影集推荐还有影异新闻 现在时间是2022年9月9号的下午5点50分 今天录这个Podcast的时间比较晚 那今天放假嘛 所以就比较慢慢来一点了 好 这一个礼拜的你过得还好吗 准备迎接周末的到来了吗 现在已经是在放假的状态 就是今天我们是中秋廉假 所以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感觉今年不知道是防疫 还是是因为有中秋廉假的关系 所以显得好像特别 没有感觉到中秋节的状态 就是你没有看到很多的柚子啊 或者是中秋礼盒啊 频繁地轰炸你这样子 还是我真的太宅的关系 好 上个礼拜呢 很幸运的在周末的时候 台风没有直击台湾 而且给了我们水库很多的雨水 真的是很棒 给大家点赞 台湾这几年也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台风造成很大的灾害 就不像我以前在念书的那个时候 就是一年里面会放到好几次的台风架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了什么天气武器之类的 礼拜一呢 我去看了两部电影 一部是这个 《遇见新希望》 对 是这个 那它是一个在讲 摩洛哥的嘻哈音乐老师跟学生的故事 就是蛮蛮特别的 就是他们在那一个 不算是大城市的小城镇里面吧 然后有一个艺术中心 这个艺术中心就是可以让学生来 让年轻人来学跳舞啊 学音乐啊 可能学戏剧吧 我不知道没有看到 然后但这里的音乐老师就是找了一个 嘻哈老师 总之他就是教他们唱Rap 然后对 就发生了一些 嗯 冲撞体质的故事这样子 然后我来看了《骑士老司机》这位 电影波兰大师的经典重映的《机遇之歌》 上个礼拜应该有提到这部电影 它是一部1987年的电影 故事大概是在讲一个人 因为一辆火车有没有成功的搭上 然后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可能 就是在那部电影里面 让我看到的是 不管哪一种可能 这三条路线 你都会被政治啊 宗教啊 这些比你的生活更大的一些东西而困住 然后主角到最后都是在一个 离不开的结局当中 在台湾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场次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是记一下这个名字之后 串流搞不好会上线之类的 就可以看得到 然后我礼拜二录完了上一集的节目之后 又跑去看了这个 语意错误电影版的特应 在大直的梅丽华 昨天呢 我也在YouTube频道发了 关于这部电影的影评影片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这部韩国爆红的BL剧 韩府天花版 有多厉害的粉红泡泡 然后我下礼拜就要开学了 对 大学老师就要开学了 礼拜四就要重新回到学校上课 这比较悠闲的时间就过去了 我的课堂呢 在礼拜四的课是教 就是所有系上大义的心声 所以要重新面对一群 刚成为大学生的破壳小鸡 就还蛮期待 还蛮兴奋的 不知道这一班会是怎么样子 下礼拜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再跟大家分享好了 我们马上进入我们 9月3号到9月9号的一周新闻 上个礼拜我们在新闻有讲到 威尼斯林展开幕了 那这个礼拜的一些新闻呢 蛮多是跟它有关系的 好 第一则新闻是 布兰登废雪付出获得肯定 芯片手印 全场鼓掌6分钟 它落下男儿泪 这也是上一周就有讲到的 由这个戴伦艾洛诺夫斯基 指导的这部芯片 金 就是那个金鱼的金 The Whale 在威尼斯林展首映 然后男主角是布兰登废雪 播音之后原本要离开 然后在全场长达6分钟的掌声中 停下脚步 接受大家的欢呼 它一度激动的落下眼泪 也深深的一鞠躬 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都还蛮喜欢这个布兰登废雪的 然后其实也一直觉得 最近几年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它 有一些芯片 或是有一些它的消息 在金这部电影当中 布兰登废雪饰演一名 痛失同性爱人的英文老师 在片中胖到270公斤的他 只能在轮椅上面行动 还得试着和17岁的女儿修补关系 这个女儿呢 由怪奇物语走红的 这个Shotty Sink饰演 布兰登废雪为了要诠释这个角色 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就是在特别的珍重 还要穿戴的假肢 就是假的肉 这样子才能变成这个角色 那他曾经演过很多的经典电影 像是森林泰山啊 众神与野兽啊 神鬼传奇啊 冲击效应啊 近年呢 因为身体健康的关系 他有一个被伤 以及拒绝被高层性骚扰 而淡出影坛 就是应该被封杀了这样 最近他重新复出 接演了马丁斯科西斯的新片 以及在那个被取消发行的 那个蝙蝠女孩当中 饰演一个让人很喜欢的反派 然后现在又已经这部电影大放异彩 除了是今年威尼斯影展影帝的热门人选之一 更被视为明年奥斯卡影帝的头号种子 第二则新闻呢 是关于这部别担心亲爱的这部电影 他在威尼斯首映之后 以及有许多的花边新闻 那这部电影的花边新闻呢 最早可以追溯至这部电影在筹备的时候 2022年 他的导演是奥利维亚·维尔德 原本一开始鼠疫的男主角是西亚里·毕夫 最后新闻爆出来的是说 奥利维亚为了要保护那个女主角的关系 所以他开除了西亚里·毕夫 再加上哈利的演唱会 因为疫情的关系而暂停 所以他就有了空 可以去演这部电影 所以就刚好取代了西亚里·毕夫 当上男主角 但在今年8月的时候 西亚里·毕夫就说自己从来没有被开除 是他跟奥利维亚解释说 他找不到时间跟其他演员排练 所以他就被辞掉了这部电影 接着就是奥利维亚·维尔德这个导演 跟哈利斯泰斯传出了绯闻 他们在一起了 但是奥利维亚其实之前有一个交往9年 还生了两个小孩的男朋友 才分手了一下子之后 就有点无缝接轨的到这个 跟哈利在一起 所以也有说就是那个女主角 Forents Pugh 就是有一点因为看到导演在片场 一直偷吃哈利的关系 所以造成他们两个人不合 有这样子的传闻 然后而且也有讲说就是 Forents Pugh 没有在自己的IG上面宣传这部电影 所以是不是他对这个导演有一些 有一些Drama在这边 那这些揣测就一直到了 威尼斯影展的记者会上面的时候 Forents Pugh没有出席这个记者会 那导演解释说那是因为他正在拍《沙丘2》 没有办法出席 最后Forents Pugh也出席了整部电影的首映 就是最后首映的时候他还是来了 所以也有一点打破了他们两个不合的传言 但没想到在首映当天又爆出更精彩的新闻 就是哈利斯泰尔斯在首映的时候 有一则影片被疯传 就是他好像在入座的时候 吐了旁边的克里斯潘恩一口口水 那个影片真的很有趣 我觉得不管是你喜不喜欢哈利斯泰尔斯 我觉得都可以去看一下 他真的很像是吐了一口口水到克里斯潘恩的身上 然后克里斯潘恩就当下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应 可是大家都看不到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口水在他身上 有人用还放很大去看 可是那个影片因为是现场的人用手机拍到的 所以画质很差也看不太出来 所以就非常的有趣 然后当然就是后来克里斯潘恩就否认这起事件啊 就是总之这部电影就是一直有一连串不断的很多的花边新闻这些抓码 在这部电影的外面 那这部电影首映之后 评价也有好的也有不太好的 就是他也不是那么的优秀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是一个花边新闻 比这部电影实质上面还造成轰动的一部电影 是有可能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 那第二则新闻呢这是一个大新闻 就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这个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驾崩想骑瘦96岁 在9月6号的时候才跟新首相特拉斯见面的英女王 在8日传出了健康状况不太热观的新闻 他就住在他苏格兰的这个巴摩拉城堡里面接受医疗照顾 那接着也传出许多的王室成人们陆续的放下手边的工作 赶回到这个城堡去探望女王的新闻 接着在昨天晚上就传出了他驾崩的消息 英女王呢受到很多人的爱戴 不管是在英国的国内或者是全世界 其实都是一个很高知名度 然后受到大家很喜欢的一个 在现今的地球上少数的几个女王 还拥有一个君主身份的人物 在昨天傍晚呢天空上面还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彩虹 正巧时间点就在这个王室宣布英女王的死讯之前 那英国王室的官方网站现在也暂停的运作 显示出这个黑底的网页 证实了女王驾崩的消息 在70年前伊丽莎白女王还是公主的时候 她去坑雅旅行 收到了父亲乔治六世去世的消息 便开始登基成为女王 如果你有看《王冠》这个影集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这一段故事 这个叙述英国王室的Netflix影集《王冠》呢 她的主创彼得摩根在得知这个女王辞世的消息之后 也宣布了立刻停止拍摄她们目前正在拍摄的第六季 她表示说我们剧组现在应该要做的是表达沉默 以及发自内心对女王的尊敬 那我想而且她们应该要改一下剧本之类的吧 曾经在《戴飞于女王》中饰演英国女王 然后赢得了奥斯卡影后的女星海伦米兰 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发文向女王致敬称赞说 无论有没有王冠她都是一个高贵的缩影 海伦米兰表示我们爱到这位伟大女性的慈世 我很幸运可以饰演女王 我尊敬她无与伦比的勇气 我更发誓内心的感谢女王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根本不可能站在奥斯卡舞台上面领奖 在女王过世之后她的儿子73岁的查尔斯 即将成为新任的英国国王 而她现任的妻子卡米拉也将会成为王后 这个查尔斯卡米拉和戴安娜的故事也是相当知名的 卡米拉和查尔斯王子也一直到2005年才公正结婚 而且她婚后的头衔是康瓦尔公爵夫人 并非是王妃 再来下一则新闻是第57届的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公布 今年的这个电视金钟奖还蛮特别的 她第一次要把节目类跟戏剧类分开举办 就是会有两天的颁奖典礼 一天就是节目类应该就是一些综艺节目啊 醒角节目这些之类的 然后另外一天就是戏剧类的节目 就不用一天颁这么多这么的辛苦这样子 然后这个第57届的入围名单出来之后 也造成了蛮多的话题的 比如说戏剧节目奖入围的由淑女养成忌恶 还有茶金、逆菊、斯卡罗跟华登初上 应该都是大家蛮知道的节目 唯一大概是逆菊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因为她是在爱奇艺上面上的 然后是在 然后在伟来电影台上面跟播 但当时在播的时候就有听说这个节目口碑蛮高的 然后迷你剧集奖的部分呢 则是有一部2049 还有《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 池塘怪谈、凉成吉时 还有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刻 电视电影奖则有这个公式新创短片蝴蝶 台北过手无明无日 青春剧烈物语、祥和回游、独攀者 在戏剧节目《最佳男主角》上面呢 有朱宣扬、查马克、郭子前、陈亚兰、杨又宁 还有温生豪入围 最特别的就是陈亚兰是第一个入围 金钟奖《最佳男主角》的女演员 她以这个嘉庆军游台湾的这部 算是歌仔戏电视剧吧 就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然后还有逆菊的朱宣扬入围了 应该算是蛮大的惊喜的 可惜同样是在逆菊的 周渔民没有入围到这个节目的最佳男主角 应该是一个蛮大的遗珠 然后戏剧节目类的女主角奖 则是有林心炉、范承飞、杨景华、谢云轩 还有谢云轩入围 就谢云轩入围了两个 就是一个是四楼的天堂 还有《淑女养成忌恶》 在这个五个入围的名单当中拿了两个 在这里应该有两个蛮大的遗珠的 一个是查经的女主角连于涵 另外一个则是斯卡罗罗 在里面讲了很多国语言的温真凌 然后戏剧节目类男配角奖 有武康仁、李明顺、陈家葵、张广成 还有刘冠婷、薛士林入围 女配角奖则则是由余子玉、王真凌、李信 陈婷妮、刘品妍、刘品妍、谢琼宣 在这四个演技奖项上面 拿了最多入围者的就是《华登初上》 有杨又宁、林心如、杨景华、张广成、刘品妍以及谢琼宣 总共有六个人入围 光是光一家店就入围了四个人 查经则是入围了两个男主角 郭子前和温生豪 还有男配角的薛士林、女配角的李信 还有火神的眼泪的情侣党 刘冠婷跟陈婷妮都入围了 然后吴康仁是以斯卡罗入围了最佳男配角 可惜的没有以《华登初上宝宝》的角色入围最佳女配角 再来我们来看迷你剧集的部分 男主角奖有王波姐、吴鹏凤、林赫轩、范绍勋 还有杨又宁入围 所以杨又宁在迷你剧集还有电视剧集 都拿下了最佳男主角的入围奖项 然后女主角奖有王玉萱、余佩珍、林晨熙、邵雨薇 还有蔡淑珍入围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男配角奖则是有 白润英、段君豪、曾少宗、黄冠志 还有薛士林入围 那薛士林也是一样两边都入围了男配角 迷你剧集电视电影的女配角奖则是有 王娟、李雪、周采施、姚以提、陈宇希入围 在这个迷你剧集部分最亮眼的应该就是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 有两个男主角王伯杰和范少勋 然后还有一个女主角邵雨薇 还有两个男配角白润英和曾少宗 以及一个女配角姚以提 但很可惜的女主角王靖没有入围到这个名单当中 不然应该就算是一个拳雷打的状态了 好讲今天的最后一个新闻 金马银展抢先放映温宜斯得奖大热门 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迎接到我们的金马银展了 这个新闻就是在讲几部会在金马银展放映的一些芯片 我们就有机会抢先看到这些精彩的电影 甚至有一些可能是不会在电影院上映的电影 只会在这种银展特别放映 第一部呢是这个马丁麦克唐纳跟克林法洛 再度攜手合作的伊尼蛇灵的女妖 再来是父亲的导演弗洛里安泽 找来修杰克曼、罗拉登 还有凡妮莎克比、安东尼霍普金斯 一起同台标系的爱子 奥斯卡影帝瓦昆菲尼克斯和新手人生 20世纪的他们的导演麦克米尔斯合作的新片 《未来未来》 Come on Come on 这部电影也会在金马银展上面放映 像这部其实已经在国外上很久了 然后迟迟没有在台湾要上映的消息 我在想可能金马银展放完之后 可能也没有什么机会会在电影院看到她了 再来是奥斯卡艾美奖还有东尼奖的大满贯女星 Viola Davis 在《女王》这部电影当中要挑战饰演这个万夫莫迪的 达赫美亚马逊女战士 然后法国名导佛航舒瓦欧隆 在柏林银展开幕的电影《泪比死更人》 这部电影也会在金马银展放映 还有金钟女得主克利斯丁木鸡的《仇恨迷琳》 还有一部是德国女导演艾密利阿特夫的《爱在生命中结石》 也会今年意外逝世的法国营地 加斯帕的尤里尔留下了最后的萤幕身影 想看上面这些电影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金马银展的消息了 上面就是这一周的娱乐大小事 接着我们进入到中秋廉价 这个周末要上映的芯片 老实说虽然是三天的廉价 但是这个礼拜要上映的芯片好像 看起来还是有点弱 就没有什么那种超级大片要来 那我特别先讲几部我看过的电影 好第一部是这个 请为我在罗马多留一天 导演和主演的是这个艾多阿尔多里奥 这算是一部我觉得相当好看的爱情电影 知名作家汤马索化名马奎斯 为时尚杂志的爱情专栏回答读者投书 但是因为她觉得她是一个文学小说家 回答这个专栏有点丢脸 所以她没有告诉其他人有这件事情 那某一天她收到了几封 就是这个读者的投稿 其中一个女生问的事情 她就要问她说如何跟男朋友分手 因为她不确定是否还爱着这个人 结果她发现这个女生就是自己的女朋友 是她已经交往十年的女友 那透过这个匿名的身份呢 她就问了她很多问题 问出她们感情出了什么问题啊 或者是她对她有什么不满啊 等等的这些事情 想要试着看看可不可以挽回这段感情 这部电影就在这个有趣的设定底下 带我们去检视她们两个人的感情关系 在一起的两个人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重新的去检视她们是否相爱 为何相爱 还是已经只是习惯了 不愿意没有对方的陪伴呢 爱情或者是婚姻 在现在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的那种神圣和神奇 那我们是否是应该要珍惜相爱的每一天 勇敢的面对感情的种种问题呢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喜欢看爱情电影 或者是尤其是一个我觉得适合 带着另外一半一起去看的爱情电影 再下一部是这个语意错误的电影版 就是前面也有提到的 主演的演员是浦七涵还有浦宰灿 我念一下她的剧情简介 完美的日常出现怦然心动的错误 资工系大三生邱上宇 虽然成绩优越并且京东城市设计 但是个没有存在感的边缘人 视觉设计系的大四生张宰英 则是一个拥有模特身材与帅气脸蛋的风云人物 某次通试课的报告上 邱上宇把朱队友从主缘名单中删除 连害带着张宰英遭受掩蔽 不过邱上宇策划制作的手游出了问题 原本可以配合设计的学姐 没有办法继续合作 没想到学姐推荐的另外一个人选 正是因为被掩蔽 而对邱上宇心怀不满的张宰英 究竟原则主义的理工男 遇上放荡不羁的艺术男 个性截然不同的两人 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我可以透露一下火花是真的蛮大的 再下来是一部动画电影 这部电影应该是在上上个礼拜 是美国的票房冠军 七龙珠超超级英雄 那就是经典漫画七龙珠的这个剧场电影版 再下一部是重新上映的 宫崎骏动画神影少女 这是很少316亿日币的日本影史票房亚军 在鬼灭之刃无限列车之前 他是占据了冠军好几年 荣获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动画片大奖 而且是柏林展的金雄奖的动画电影 纽约时报评选为21世纪最佳25部的电影第二名 还有Timeout杂志评选影史15大动画电影的冠军 这部电影应该大家都知道吧 就不用再介绍了吧 好还是再讲一下好了 讲述年仅10岁平凡的少女千寻 跟父母一起驱车前往新家 途中因为迷路而悟闯进一个人类不应该进入 古老神秘的日式小镇 好的那这部电影也会是我下个礼拜人生爱片的主题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把它找来看一下 再下一部是一个日本电影叫七五计划 它的导演是早川千惠 这部电影好像也是今年日本要去参加奥斯卡奖的代表 句型在讲不远的未来为了解决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 认可75岁以上长者可以享有死亡的权利 俗称七五计划的制度 政府认为当老人活到一定的年纪之后 就会对社会造成负担 因此鼓励75岁以上的老人自愿接受安乐死 负责执行的单位不仅会提供每位进行计划的老人 十万块的补助 日币十万吗?那也太少了吧 还会提供一条龙服务 从心理建设 身后准备到财务规划 一应俱全 这真的是一个蛮值得深思的问题 也是蛮勇敢的一个电影 直接去谈论高龄化社会 还有安乐死这件事情 再下一部是拉辛正传 这是一部印度电影 主演的是应该大家蛮熟知的阿米尔汗 这部电影其实也不用太介绍 因为它就是一个阿甘正传的翻拍印度版 故事讲述一个平凡小人物 跌宕起伏的人生 这部电影从印度现代历史和文化的角度 重新诠释奥斯卡金像奖经典名片 阿甘正传的故事 它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 辱获了许多人的心 并且提醒我们每一个人 就算是最不起眼的平凡小人物 也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再来下一部是大开眼界 这也是史丹利库伯利克的经典重印 那这部电影是当时找来了 当红的汤克鲁斯 还有海市夫妻的妮可基曼 他们一起演出 而且这是导演史丹利库伯利克 应该是生前的最后一部电影 好像在还没上映之前 上映前几天 他刚好过世了 再下一部是一个国片 叫做《长逆处》 导演的是陈燕光 然后女主角是这个何思静 是在《华登初唱》 还有《我吃了那男孩一整年的早餐》的何思静 再下一部是一个布鲁斯威利的 不能算是遗作 因为他是席影 应该算是他最后的几部电影吧 叫做《终极交战》 但他晚年拍的那些电影 真的是一部比一部糟的 好的 再下一部是《机密同盟2》 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主演的有 《玄冰》 《刘海珍》 还有《林润娥》 那这是《机密同盟》的 原班人马打造的精彩续作 也是《玄冰》 魁为四年的大一幕具现 他要再度饰演一个帅气的北韩刑警 就是又是北韩人 再下一部是一个香港电影 叫做《一路同行》 那个同是那个 瞳孔的瞳 主演的演员有灰英红 那这部电影呢 是改编自导演朱凤贤的一个原生故事 应该就是他自己的故事吧 然后剧本呢 这个剧本曾经用舞台剧 发育不良的名字 还有以同名的网络短片呈现过 这部电影大概是在讲 主角是一个有画画天分的女孩 但是他的父母是一个看不到的人 那他想要追求梦想 出国去读艺术学校 所以也就要离开父母 离开这个家 因此就跟家人产生了一些冲突 这听起来就是 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得主 那个《月动心旋律》 感觉就是类似的东西 只是月动心旋律的父母是龙人 然后这边应该是盲人的故事 我觉得也跟之前应该是那个 李康怡跟范指挥演的那一部 《黑暗之光》好像蛮像 就是明眼人的小孩 跟盲人的家人之间的故事 再下一部呢 是这个Disney Plus上面的电影 叫做《木偶奇遇记》 这个应该大家不用介绍吧 就是小木偶的故事 而这部电影呢 请来了回到未来阿甘正传 还有浩杰重生的导演 罗伯西密克斯 主演的演员呢 有唐姆汉克斯 巧瑟夫高登里维 还有陆克伊凡斯 那也是罗伯西密克斯 跟汤姆汉克斯 不知道是第幾次的合作 应该起码有第三次了吧 就是阿甘正传跟浩杰重生 都是唐姆汉克斯 他们这一次就是要重新呈现 这一个《木偶奇遇记》的故事 从新长大重新看了这个皮诺丘故事之后 是蛮喜欢的 所以我还蛮期待这部电影的 当然我知道 《Nephs》今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是《极肉魔戴陀罗的黑暗版本》 我也很期待这部电影 那这部Disney Plus上面的《木偶奇遇记》呢 会由汤姆汉克斯 饰演这个西夏五子的老木匠 然后乔瑟夫高登里维 则是饰演这个皮诺丘的那个好朋友小蟋蟀 刚讲完这Disney Plus上面的新片 然后这里要讲一个Netflix上面的新片 这是一部法国电影叫做《智恋》 自习的智 然后《恋爱的恋》 讲述主角这个女生 遇见了一个自由潜水的世界冠军之后 一头栽进了爱情的漩涡无法自拔的故事 成为她的学生 开始去进行这一个在死亡边缘 徘徊的极限运动 OK 以上就是这个周末会上映上线的新片 提供给大家烤完肉 吃完月饼之后闲来无事 可以参考一下 上个礼拜的影片有一个留言 是Eric说的 想知道Netflix有一些像 《恋恋同居假期》这种 不想用脑时看的泡泡电影 有没有机会进入一周片单 那我就说就是好 我会多注意一下 就是多帮大家推荐一些 这种周末可以放轻松不用脑看的 不能说它是垃圾的电影 就是比较无脑的电影吧 好的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 也期待大家的留言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马上给我五星好评或者是按个赞 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再见 拜拜